《鹅扎之魔童将士大圣归来》 是国内动画电影的标杆之一 近日 由这两部电影核心团队联手打造 继宫之降龙将士发布预告 宣布定档7月16日 该电影主要讲述了活佛继宫成佛前的故事 这一次李修元做自己的英雄 少年李修元如何顿悟 一步步成功 比起电影本身 更让人在意的是 该片的总监制是大家熟悉的演员近东 不少网友冲着近东也要观看这部电影 没错 近东又解锁了新的身份 在影视圈内 近东同孙丽一样 被视为电视剧收视率的保证 只要两人出演的影视作品 基本都能稳居榜首 近东的新剧 温暖的味道 上线之后就多次成为卫视收视第一 讨论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而此前他所拍摄的作品《伪装者》 《我的前半生》 《精英律师》都曾是卫视收视前三 他本人热度也是居高不下 虽说文化人人设频频崩塌 还闹出了诺贝尔数学家这样的笑话 但这些都并未造成多大的影响 在去年还闹出了 六旬老太疯狂迷恋近东 抛家弃子去追寻幸福生活的笑话 所以看出他的魅力之大 近东人气高 与他的表演分不开 他所饰演的角色 几乎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一出场就能够将人物立起来 不需要后期慢慢塑造 其次 近东的表演让人觉得很是亲近 同样饰演霸道总裁 但他的霸道总裁不油腻不浮夸 而是擅长摆事实讲道理 就如同你身边的长辈一样 很容易让人亲近 最值得一提的是 近东身上的老干部 也是他吸引众多粉丝的原因 不会给人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 看他的表演你会觉得很舒服 都说眼忧则倒 但近东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而是选择转战幕后当起了制作人 这部动画电影 技工之降龙将士 并非是他的首个作品 伪装者狼牙榜两部剧《大火》之后 近东就成立了多家公司 开始参与各类影视作品 其旗下的贤君影视 就参与了《我的前半生》的投资 精英律师是近东首播做监制的电视剧作品 为了这部作品 他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 把自己在圈里的好朋友 几乎全部请来助阵 对于成为出品人 近东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希望能有更多一点的话语权 比如说要找怎样的团队来合作 自己熟识的演员怎样才能更好的搭配等等 这次近东又作为动画电影 技工之降龙将士的总监制 在电影中 或许有很多他的想法体现在其中 作为电视剧收视率的保障 这部电影很有可能成为爆款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质得越狠 演技越稳 近东吃花格 扯下多少演员的遮羞布 最近影视大盘冷得夸张 猫眼热度第一的长歌型收官只有30亿 小包的《御刺小五座》完结之后 累计播放量才4.48亿 同样在卫视上星的影视剧 除了在央视平台播出的几部还算可以 其他口碑不错的电视剧收视都没有破一 在众多影视剧中 数据最让人心疼的就是近东主演的《温暖的味道》 这部电视剧的口碑质量 比《水果台》的另一部县礼剧 《理想照耀中国》还要给力 在豆瓣平台上 点开这部剧的评论区 几乎都是四星以上的好评 就如豆瓣网友反馈的一样 《温暖的味道》 用清洗剧的风格重新定义了扶贫题材的影视剧 除了剧情的给力 剧中的演员表现更是让观众眼前一亮 尤其是作为主演的近东 是真的把第一书记孙光明刻画得深入人心 在《温暖的味道》里 近东塑造的孙光明一决 其实走的是儒雅的路线 他戴着眼镜 举手投足都是文人默克的气质 这样的角色设定 在剧情中遇到让他抓耳挠塞的人和事 喜剧感一下就上来了 而近东对这个角色的塑造 不仅贴合他本人的气质 更是让人看到了他作为实力演员的认真负责 近东的演技展现在很多细致末节 比如剧中一个吃花格的情节 就让笔者记忆深刻 在这个情节中 近东塑造的孙光明和毛小慧塑造的徐维一 一起吃夜市 最后孙光明亲自上阵炒了一盘 色香味剧全的花格 但是两个演员在吃戏上有着完全不同的画风 毛小慧嘴上说着真好吃 但是在吃的过程中 根本没有表现出食物让他留恋的感觉 好几次他都只是放在嘴边假吃 而近东吃的时候明显在允吸着花格的味道 而且快快扎实 胳膊撑的腿相当自然 当然 这也不是近东第一次在吃戏上出彩了 在网剧《鬼吹灯志》《惊绝古城》里 近东就有一场涮羊肉的戏 看得观众都跟着一起嘴馋 这场戏中 近东嘴上让别人注意吃相 但是自己说话的时候还含着食物 嘴里鼓鼓张张还不忘台词 显然不是假吃敷衍观众 还有在恋爱先生中近东吃面 他和倪大红面对面坐着两人都没有台词 就是低头吃面 每次吃都是一大筷子往嘴里塞 相当真实 就近东这吃戏 就能吊带演艺圈一群 在剧中假吃的复演派了 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在影视剧中扎扎实实演吃戏的 一般都是实力一派演员 有些演员不是假吃 就是象征性的吃一点 不是害怕吃的面部变形 镜头里看着不美观 就是害怕自己辛苦保持的身材毁于一旦 除了近东之外 还有很多演员用自己的吃戏 扯下了部分偶像包袱 极其严重的演员遮羞布 庄台里的张嘉义就是一个正面案例 在剧情设定中 张嘉义有一场忙碌了一天 才吃上了蔡素芬给自己做的一碗面 为了展现饥饿 张嘉义吃面的时候 嘴都快张得比碗大了 吃得每一口都特别扎实 一边吃还不忘就一口大蒜 完全展现了底层人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在张嘉义近东的对比下 一些偶像剧中的吃戏就纯属的绕着完了 比如最经典的假吃案例 《大汉情缘之云中歌》的杨颖 在某个情节中 杨颖塑造的角色不仅需要挑剔饭馆的饭菜做得不好 还有认认真真地评论一番 但是在品尝饭菜的时候 杨颖根本没有把食物塞在嘴里 而是用筷子夹起的动作 也只是虚晃一枪 自己骗自己 这样的现象在影视剧中 经常在偶像剧中出现 在新版《流行花园》里 有一个情景需要审阅 使劲往嘴里扒拉饭 但是这碗里也没饭 扒拉了半天半厘米都没看见 还能听到筷子碰到碗的尴尬声音 这也太过敷衍了 还有香蜜沉沉浸如霜中 杨子饰演的锦蜜 本来是个调皮贪吃的人设 但是在啃鸡腿的时候 也是只有嘴动 食物根本没有塞到嘴里 这一看就是假吃的画面 真的分分钟出戏 总而言之 一个演员的吃戏 就能体现出演员的敬业态度 以及演技水准 锦东这样实打实 真吃的好演员 就能用自己的吃戏 吊打不少敷衍了事的年轻演员 当然 假吃并不是不能存在 只是很多演员 没有那样的能力 演出真吃的感觉 像是以上几个反面教材 就是假吃演技不过关 一眼就能让观众识破的典型 所以还是希望演员 能够认真对待每一场戏 毕竟观众也有眼睛 这种敷衍了事的假吃 真的很影响观剧的体验 也不利于演员塑造角色 没有人的材料 开始 然后再过来 这种敷衍